听众朋友 现在是文学博览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 日本作家川端康成是一位唯美主义作家 1926年他发表了成名作《一舵的舞女》 奠定了他在日本文学界的地位 他的著名小说《雪国》是1935年开始写作 而在1948年最后完成的 1968年以《雪国·古都·千知鹤三部代表作》 获诺贝尔文学奖 川端康成1972年自杀 下面请听众朋友欣赏微缩小说《雪国》 缩写《飞玉》朗诵张家生 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 夜空下一片白茫茫 火车在信号锁前停下来 一位姑娘从对面座位上站起来 把岛村坐前的玻璃窗打开 探身窗外喊着 站长先生 站长先生 一个围巾遮笔 帽儿搭了的男子手提灯盏 踏雪走来 岛村心想 已经这么冷了吗 岛村平窗外望 只见铁路木板房 星散山下白雪已被黑暗吞噬 有 这不是叶子姑娘吗 回家呀 我弟弟到这里来工作 请多关照她 拜托了 她声调幽美 近乎悲弃 在雪夜里久久地回到 岛村弄不明白 这个叶子姑娘 同她身边那个男人 是什么关系 俩人的举动很像夫妻 男的显然有病 岛村百无聊赖 凝望着自己 左手十指 从这个手指 她清楚地感到 就要去会见的那个女人 她把手指送到鼻子边 闻了闻 当她无意识地 用这个手指 在玻璃窗上滑道时 玻璃上 竟映出一只女人的眼睛 她大吃一惊 定神看时 是对坐那个姑娘的形象 姑娘坐在斜对面 岛村本可以直接看到她的 刚上车时 她那种迷人的美 使她感到吃惊 岛村看见了男人 蜡黄的手 紧钻姑娘的手 便不好意思地 再向对面看了 叶子没有留意 别人这样观察她 叶子的心全在病人身上 约莫过了半个小时 他们都在同一车站下车 从招揽顾客的客栈掌柜那里 岛村得知 叶子照顾的那个病人 原来就是 她来会晤的女子的师父的儿子 她内心感到 凭着直头的感触而记住的女人 与镜子里灯光闪映的女人 她们之间会有什么联系呢 滑雪季节前的温泉客栈 是顾客最少的时候 岛村从室内温泉上来 已是万赖俱计 她在走廊尽头 看到一个挺挺玉立的女子 衣服下摆 扑转在污亮的地板上 有一种冷冰冰的感觉 岛村不由一惊 她到底还是当了一技了吗 岛村忙走上前去 女子展开浓湿粉袋的脸 俩人无言地走进坊间 虽然发生过那种事情 但岛村没有来信 也没有信手诺言送来 舞蹈造型的书 在女子看来 她把自己忘了 岛村觉察到 这位女子不仅没有责备她 反而一心倾慕她 便沉浸在喜悦之中 岛村把食指伸到女子眼前 说 她最记得你呢 是吗 女子攥着她的指头 手牵手登上楼去 女子把脸贴在岛村的手上 你是说她还记得我吗 东京还没下雪吗 虽然那时候你是那样说了 但我觉得那是违心的话 要不然年终岁末 谁还会到这样寒冷的地方来呢 那个时候 雪崩起已过 到处一片嫩绿 正是登山季节 岛村无所事事 常常独自爬山 岛村在县界区待了七天 一到温泉浴场 就让人给她找异记 女佣说 因庆祝新铁路落成 异记人手不够 哪去叫呢 不过 舞蹈师傅家里的那位姑娘 虽不是异记 可有时也应照 参加一些宴会什么的 这里意气中年的多 姑娘就显得可贵了 月末过了一个钟头 女佣把女子领来 岛村不禁一愣 女子洁净的出奇 甚至令人想到 她的脚趾弯里也是干净的 她衣着 虽带几分异计打扮 可衣服下摆 并没脱在地上 而且只穿一件 合身的柔软的单衣 没有腰带很不相衬 显得很昂贵 看起来反而让人 觉得有点可怜 女子说 她生长在这雪国 在东京酒馆当女士时 被人数身出来 本打算将来 做个日本舞蹈师傅为生 可刚过半年 她的恩主就与世长辞了 她说 她十九岁 可看起来 倒是二十一二岁的样子 岛村和她谈起歌舞技的事 她比岛村 更了解演员的 艺术风格和意识 谈着谈着 露出了烟花像 出生女子的 坦率天性 而岛村 却把她看作 良家闺秀 岛村 让她帮助 找个异技来 她脸颊飞红 这里没有那种人 我为什么要帮你 干这种事呢 因为我把你 当作朋友嘛 以朋友相待 不向你求欢 岛村 生长在东京 闹市区 从小熟悉歌舞技 学生时代 偏爱传统舞蹈和舞剧 后来她写研究和评论文章 她勉强算个文人默课 这对没有职业的她来说 也是一种心灵上的慰藉 岛村同女子谈了些 有关日本和西方的舞蹈的话 表示下次要带家属来 同女子尽情地玩玩 女子压低了声音 奄然一笑 我也很喜欢那样 平淡些才能持久啊 所以你就帮我找一个来嘛 这样大白天 怎么好意思开口呢 女佣来问找谁 她也不知名 过了片刻 见了一个十七八岁 黑兽的异技 岛村索然寡欢 巧妙地打发走了 除非找个 与你不相上下的 要不日后见到你 是会遗憾的 这与我不相干 你真逞能啊 女子不高兴地嘲讽了一句 他俩之间已经交融着一种 与未患一级前 迥然不同的情感 岛村明白 自己开始就想找这个女子 可又偏偏拐弯抹角 不免讨厌起自己来 同时越发觉得 这女子格外的美 柔唇小巧 眼烧如画 服饰恰似白桃 瓷上抹了一层淡淡的胭脂 在一个陪过酒的女子来说 她的胸脯 算是有点挺起来的了 当天夜里 女子醉醺醺醺地 跌跌撞撞地走来 喊着 岛村先生 岛村先生 倒在岛村的怀里 没醉吗 谁醉了 难受 我觉得难受 脑子清醒 想喝水 女子贪婪下来 岛村搂着她的脖子 她顺势将手 伸入她的怀里 女子没有答应她的要求 两臂交叉 压在岛村所要求的东西上 像上了门栓似的 也许因为醉了 她已经没有力气 她听任岛村的摆布 你不是说 只交个朋友吗 我不是那种女人 不是那种女人呢 你再偷笑我吧 女子说着 抽抽搭搭地哭起来 但她很快停止哭泣 紧贴着岛村 温柔地 说起自己的身世 她说 她天亮之前 要赶回去 岛村在当天 回到了东京 这次岛村的到来 使女子泛起了迷人的浅笑 也许 这位女子想起了 那时候吧 女子说她一直记日记 每次敷衍回来 换上睡衣就记 她还把读过的小说 一一记下 已经有十册之多 女子已经当了一记 她和岛村装成夫妻 走进澡堂 回到房间 她只说了一句 多悲伤啊 岛村终于得知女子 一名叫居子 听说跟舞蹈师傅的儿子 订了婚 为了赚钱支付 未婚夫的医疗费 才出来当一记 叶子 是她未婚夫的 辛情人 岛村当面问居子 是不是这样 那是瞎说 我不是为谁才当一记 可该帮忙的 还是要帮忙嘛 师父也许想过 要少爷同我成婚 可从来没有提出过 居子 一句不提叶子的事 居姐 居姐 叶子清澈 优美的声音 打断岛村的遐想 辛苦了 哎哟 叶子 你全都拿来了 叶子接过 三弦琴和乐谱包袱 叶子一声不响地走了 居子弹琴 岛村沉浸在琴声的魅力之中 岛村要回东京 居子送到车站 叶子来叫居子回去 说是少爷要死了 找他呢 居子不肯回去 岛村迷惑了 火车开动 玻璃窗上又引现出居子的脸 那是雪天映在镜子中的脸 介于梦幻通现实之间的另一种颜色 离开东京老家的时候 妻子吩咐过 现在正是飞蛾产暖的季节 西服不要挂在衣架或墙壁上 来到客栈果然发现到处落着大飞蛾 鸡子来了 直勾勾地望着岛村说 你来干什么 到这种地方来干什么 看你来了 不是真心话吧 东京人爱撒谎 讨厌 他 怎么样了 还用说吗 已经死了 后来师父也都肺炎死了 师父死了 你做什么呢 人家的事 你就甭打听了 我每逢二月 就按时到这儿来等你 鸡子语气非常激烈 岛村低下了头 鸡子告诉岛村 师父死后 他已经不住在那个地方了 他替人做工 买些糖果香烟 那家人待他很好 你了解我的心情吗 当然了解 既然了解 你说说看 鸡子带着追问的口气 你瞧说不出来吧 尽撒谎 你这个人呢 挥霍无度大大咧咧 你是不会了解我的 像你这样追问 我怎能说得清呢 鸡子无可奈何地 闭上了眼睛 心想 岛村会把自己挂在心上吧 于是显出一副 通情达理的样子说 一年一次也好 你来呀 岛村心想 在不到三年里来了三次 每次鸡子的近况都有变化 远离鸡子 他 惦念了他 一旦来到他的身边 只觉得对肌肤的依恋 和对山伦的憧憬 这种相似之间 如同一个梦境 岛村和鸡子 沿着铁路走过滑雪场下方 看见一片坟地 在地藏菩萨后面的矮树荫里 突然出现了叶子的上半身 叶子 你早啊 我去找书头师 居子说了半句 一阵旋风 刮得他和岛村 都缩了一团 一列火车从旁边擦身而过 姐姐 一个少年从火车车门 挥动着帽子 左一郎 左一郎 叶子喊道 这是大雪天在信号所前 呼唤站长的那种声音 声音优美地近乎悲气 叶子在给师父的儿子 上坟 居子 呆立在椅边 岛村看了叶子在客栈炉旁帮忙 想找居子就有点居数 他可怜居子 也可怜自己 他似乎觉得叶子的慧眼 放射出一种 啄啄逼人的光芒 岛村被这个女子吸引了 随着秋凉 每天都有昆虫在铺席上死去 有些飞蛾看起来老贴在纱窗上 其实已经死了 有的像枯叶似的飘散 有的打墙壁上落下来 岛村把他们拿到手上 心想 为什么会长得这么美呢 对不起 里面有人吗 叶子的声音 这个居姐让我送来的 岛村接过折叠的字条 不好意思地苦笑地说 谢谢 你来帮忙了 叶子点头的瞬间 用那双尖利而美丽的眼睛 缩了岛村一眼 岛村感到狼狈不堪 这位姑娘总给她留下感人的印象 叶子呢 过分认真的样子 仿佛总处在一种异常事态之中 我觉得 你的事我什么都知道似的 是居姐说的吧 她好像不太愿意谈你的事 是吗 叶子背转脸去 居姐是个好人 顶可怜的 请你好好地待她 她话语莫为带着颤音 岛村感到一股寒意袭上心头 抱火警的钟声突然响了起来 岛村和居姐回头望去 火势从下面村子正中 穿了上来 是残房啊 残房着火了 居姐把脸颊压在岛村的肩上 接连地说 是残房啊 火越来越旺 鸡子哭了起来 可她哭什么呢 哎哟 今晚残房放电影 里面挤满了人 那可就不得了了 传了一片骚乱声 岛村和居姐慌张地登上石凳 三四个客栈伙计 从他们头顶上 嘀嘀撞撞地滚落下来 听说人们正把孩子 一个个地从二楼往下扔呢 鸡子追着人们往前跑 岛村也跑起来 火长被房子挡住 只能看见火蛇 火警震耳令人惶恐 鸡子穿着母鸡 飞也似的擦过冰面跑着 两条胳膊 与其说前后摆动 不如说是向两边伸展 把力量全集中在胸前了 肥胖的岛村一边瞧着鸡子一边跑 早已疲惫不堪 鸡子打了个猎气 倒向岛村 眼睛动得快要流出泪水来了 鸡子感到脸颊发热 眼睛冰冷 岛村眼睛也湿润了 毛子里硬满了银河 多明朗的银河呀 他们俩人又跑起来 银河好像从他们的后面 倾泻到前面 鸡子的脸仿佛硬在银河上 消防队拖着水泵在街上走过 人们仿佛被水泵吸引 跟在后面追着 这水泵老掉牙了 怕是明治以前的家伙了 火场一片焦糊气味 夹杂着一股主残勇的兴气 人们到处高声谈论 火灾是因为电影胶片 着火引起的了 把看电影的小孩 一个个从二楼扔下来了 没人受伤了 幸亏没把村里的残勇和大米 放进去了等等 不时有些来晚了的村民 到处呼唤着亲人的名字 若有人答应 就欢欣若狂 互相呼唤 鸡子握着岛村的手 岛村看到鸡子的发迹 松散了 正想出其不意地伸过手去 可是指头颤抖起来 不知怎么的 岛村感到别离已境迫近 残房入口处的柱子什么的 又冒着火热燃烧起来 水泵的水柱直射上去 栋梁吱吱地冒出热气 眼看着就要坍塌下来 人群哇的一声 只见有个女人从二楼掉落下来 那奇怪的样子像个玩偶 一看就晓得她已经不幸人事了 岛村心头猛然一震 橘子啊地尖叫了一声 掉落下来的女人是叶子 叶子的腿肚子在地上抽搐 岛村的脚尖也冰冷地抽搐起来 叶子的抽搐很快就停止了 不知为什么 岛村总觉得叶子并没有死 她内在的生命在变形 变成另一种东西 叶子紧闭着那双迷人的美丽的眼睛 突出了下巴壳 身长的脖梗 火光在她惨白的脸上摇曳 岛村忽然想起了几年前 到这个温泉浴场 同居子相会在火车上灯火映在叶子脸上的情景 心房扑扑地跳动起来 火光照亮了她同居子共同度过的岁月 心中说不出的痛苦和悲哀 差不多在同一瞬间 居子拖着一记那长长的衣服下摆 在被水冲过的瓦礼堆上 亮亮呛呛地走过去 把叶子抱回了 叶子露出拼命挣扎的神情 搭了着她那临终时呆滞的脸 居子仿佛抱着自己的牺牲和罪孽 人群的喧嚣声渐渐消失 大家蜂拥上来包围住了居子他们俩人 让开 请让开 居子发出疯狂的叫喊 岛村抬头望去 居子眼眸里的银河好像哗啦一声 向她的心坎上倾斜下来 听着朋友 刚才您收听的是由张嘉生朗诵的 微缩小说雪国 责任编辑张兰芬 录音师蒋树珍 感谢各位的收听 我们下一次节目再会